欢迎来到农哥家导 现在是凌晨时分 苹果科技充满刚刚傍晚 然后就例行帮大家快速回顾一下 先从iPhone 14 Pro和Pro Max聊起 早前14 Pro采用了全新的挖孔屏 苹果称之为灵动导 发布会里并没有感叹号的屏幕呈现方式 配合一系列全新的UI动画设计 让这个挖孔的位置在很多的使用场景 都可以巧妙的和UI融合起来 实现一种类似屏下摄像头的错觉 支持自信高刷的屏幕也进一步升级 最高亮度支持1000Lit 风值亮度是1600Lit 室外风值亮度甚至达到了2000Lit 随着屏幕升级 常亮功能也来了 最低支持1赫兹的刷新率 这点之前我没有猜到 而这个常亮的功能下 也是可以展示一些动态和信息的 14 Pro采用了A16的芯片主摄镜头 采用了24mm焦段4800万像素 四合一的镜头 这颗镜头稍微有点特别 在低光环境下 可以把4个像素合成成一个 来提高低光的表现 同时支持那种类似索尼相机 Super 35的功能 可以只使用部分像素 实现一个全新的两倍的 约等于50毫米的拍摄焦段 非常适合人像的拍摄 当然低光和这种裁切的情况下 照片还是会保持1200万像素 也是降低手机存储压力的 一种巧妙的做法 而4800万的ProRAW的照片 也方便专业人士后期裁切 另外所有镜头的低光表现 也因为全新的光影引擎均有提升 视频方面对我来说有一个大的升级 就是支持了运动的防抖模式 也就是各个运动相机品牌 那种计算防抖 不知道具体表现效果如何 如果真的表现很棒的话 马上接连要发布的DJI GoPro和Inster360 可能销量都得受点冲击了 相对来说 Inster360因为是全景嘛 估计还好一点 不过具体的表现 得上手测试了才知道 正好我手上有GoPro10 和Inster360的One RS 这个我都没有做过分享 到时候给大家对比一下 记得关注 安全方面支持了 车祸检测和卫星紧急呼吸 当你需要求救时 手机的APP 会指引你对象卫星获取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 在发布会里的展示 并非此前有博主提到的iMessage 那另外按照惯例 内存6G 8G的这种升级 还是得等到拆机 但苹果发布会里 各种性能提高的这种画素 反复已经暗示了这一点 存储方面依然是128G 起最高支持1TB 多了一个比较暗沉一点的紫色 感觉会更适合男生一点 而到了iPhone14的方面 果真拿掉了我喜欢的mini 换成了6.7寸plus的版本 依旧是刘海屏 然后真的用上了13Pro的A15芯片 名字都不带换的 也支持视频帮抖 车祸检测和卫星通信 颜色多了一个清爽的蓝 和一个淡雅的紫 存储从128G到512G Apple Watch 8新增了体温计 也升级了近期的系统 能更好地支持排暖期的预测 同时提供了iPhone14系列 也都有的车祸检测功能 另外在低电量模式下 因为停止了一些实时跟踪的功能 续航也可以从18小时升级到36小时 S1版本屏幕只剩相对于8会更小 看起来应该是6代的尺寸 然后拿掉了体温计 没有了常量功能 其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感觉还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 当然苹果也带来了传闻中的 极限运动版的Apple Watch Ultra 尺寸是49毫米 平面屏 钛合金 100米防水 2000厘特峰值亮度的屏幕 左侧多了一个自定义按键 一键快速开启体能训练之类的 36小时续航 苹果也提到晚些时候 会提供低电量模式 续航最高可以提升到60小时 另外Apple Watch Ultra 还提供了更好的GPS功能 86分贝报警 180米挖也可以听见 与此同时 这Ultra系列还带来了三款特别的表带 我很喜欢这个海洋表带 但是发布会并没有明说 这三款表带是否和普通的Apple Watch通用 从产品图上看是大概率不通用的 最后等了那么久的 AirPods Pro二代也终于来了 感觉希望有的功能都有了 全新的HR芯片的加持效能 进一步提高了空间音频的表现 降噪能力也达到了此前的两倍 而通透模式也有升级 它自适应的通透模式 可以自动过滤 像工地之类的恶劣的环军噪音 然后操控上也升级了 除了之前的按压还增加了突控 可以通过滑动来调节声音的大型 此外电量也升级了 充电盒也有了U1的芯片 支持查找功能 还搭配了扬声器 可以发出查找或者是没电的提示音 1899元 这个有预算的朋友感觉必演满 我肯定是直接多少了 之后再给大家分享 以下就是苹果这次发布会的全部内容 跟我们之前预测的大差不差 与我个人来说 稍微亮眼的恐怕就只有 iPhone的视频防抖和全新的AirPods Pro 不知道本次发布会哪个产品 或者哪个功能会让你特别心动 欢迎弹幕或者留言分享给大家 这么早就发视频 起床就有了看 分享不宜值得点个赞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